所以我們不需要怕這些事情,正如我們之前說過 有相似的地方不等於抄襲,不等於B一定是抄A 或者遲離的一定是錯的,或者遲離一定是劣課 早來的一定是好些,不一定的 正如我所說,最好想一個現代的例子 例如我之前曾經提過911 911剛剛發生後,有很多人寫書,特別有些陰謀論 有很多這樣的報導,有些故事出來 令大家對這件事很混亂 過幾年後才有人寫一本真正的歷史書 去到以正是聽 所以那本書才是權威 不是剛剛出現頭一兩年,頭兩個月 那些亂說的那些理論 所以我們給這對研究其實就是做這件事 將聖經放在它的 context,它的背景底下 我們不妨將這裏再拿出來 就是一些經案文獻,一些歷史的背景 可以幫助我們明白到聖經背後的世界 以至我們看聖經的時候不會太利地 因為聖經也是在回應當時的故事,一些講法 所謂意正時聽 來講出神所啟示的那個版本 那個解釋才是最有權威的 特別講到這個洪水的故事 當然不單單是洪水故事 聶王記上下都有很多其他的故事 比如亞術帝國來入侵等等 巴比倫帝國來入侵 先知都會講出一些以正時聽的說法 神的啟示,講出真正神在做什麼 所以我們看看背後的世界是怎樣 這次我們就特別去看一個史詩 叫做基加美秀 這個表曾經出現過 之前打錯了這個字,現在是十一 應該是十一 這塊黎版,Gilgamesh Epic 第十一 我們說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相似的地方,無論是信聖經也好 你不信聖經也好 你都不可以想成為什麼 就是抄襲了 因為抄襲是我們現代人的版權的概念 古代的文士沒有這些概念 完全不會問這個問題 因為他們寫作的文化不同於我們 所以我們不要把我們現代 甚至西方的文化抄襲到古舊的文獻 包括聖經,舊藥聖經也是一樣 如果這樣做的時候,我們就非常幼稚 或者我們根本就不明白 古代世界的scribe book culture 是怎樣 我們以為我們才對 我們的看法才對 所以比對研究其實是好的 幫助我們知道,敏銳於其他的文化 古代的文化 曾經第一次兩次的時候 我用了一個比喻 我們看聖經的時候好像去旅遊一樣 去一個你從來未去過的地方 從來未接觸過的文化 你去那裏看看風土人情 要一個旅遊有意義的話 就一定要放下我們自己的一些成見 放下我們一些現代人有的社會習俗、語言等等 我們去到另一個地方的時候 我們就去學習去聽到底他們在做什麼 然後我們才明白他們是發生了什麼事的 如果不是,我們以為我們自己很厲害 我們自己是superior 這些是文化帝國主義 所以比對研究,甚至讀經的動作 本身就是放下我們自己的意情 來進入聖經的世界 以聖經的世界裏面 我們聽清楚神對當時初代的讀者說些什麼 如何以正視聽都好 那些神學的訊息才能夠形容到在我們身上 我們帶茶經、主日學 我們一直都是在做這件事 不過我們就更加刻意去做 所以我們看到Gilgamesh Epic的時候 我們不妨去看看 到底這個Gilgamesh Epic是說什麼 我將Gilgamesh Epic很粗略地翻譯了 即是這個十一塊泥板 整個故事翻譯了 為什麼是十一塊泥板 因為是由第一塊泥板開始 基加美修的epic 這個史詩 講到烏魯克王 就是南米索不達米亞 大概三千四千BC的皇帝 一部的所謂小說 一部的史詩 就是讚揚他幾多封攻偉跡 做了幾多冒險 探險的一些故事 好刺激的一些故事 其中有一些故事好像上次提過 就是他去黎巴嫩的森林去採木頭 去打贏這個守住黎巴嫩森林 香柏木森林的神靈 胡娃華 他和他的智友就在那裡 有一場很精彩的爭戰 然後打贏了他 然後回來這裡 這些古代史詩 經常都會講這些話 因為講歌頌一些英雄的時候 除了講他的戰績 他有多大力 有多神奇之外 或者甚至講到他 Gilgamesh epic 裡面講到Gilgamesh 這個皇的時候 三分二是神 三分一是人性 講到他有一些神性之外 也會講到很多所謂Travel Stories 即是他去了哪裏遠行 然後回來 因為古代的人很少會去遠行 那些偉大的人才會去遠行 去了哪裏 有Expedition 有些探險 有些冒險 然後回來 所以這個Gilgamesh epic 就是由第一塊的泥板 一直去到講Gilgamesh的一些經歷等等 然後在不同學者有不同的看法 在歷史中某一個階段 Gilgamesh epic的故事 就繼續Expand 繼續去擴大 然後有些文士就加了 第十一塊泥板 不同學者有不同的意見 認為這塊泥板 這個紅水的故事 第十一塊泥板 是何時加進去的呢 有些說是Old Babylonian的時候 大概是1800-1800 BC 有些說是Neo Babylonian的時候 新巴比倫帝國的時候 即是《舊約聖經》裡面 那個Gilgamesh epic的那段時間 主前六世紀 怎樣都好 在這個故事的發展裡面 就是這個史詩繼續多了內容 然後是一種家傳戶曉的史詩 等於我們今天問一些坊間上面的人 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社會 他都有一些家傳戶曉的小說故事 一些民間的傳說等等 歷史的故事等等 都會有的 所以在以前近東的社會裡面 有這樣的動態 文化的動態 文化的動態 其實是很自然的 我們在比對研究裡面 希望給大家起碼有一個品嘗 起碼知道古代的世界 不是很多時候我們現代人這樣想的 是很悶 我們覺得古代的世界 是什麼都沒有 沒有我們這麼精彩 其實他們古代的世界都很精彩 在他們的語言上面 有不同的語言 multilingual的 各式各式各式多元語言的語境 有不同的人可能會懂不同的語言 阿卡蒂恩、阿卡蒂恩、埃及文等等 有不同的文化亦有不同的動態 大家會互相的影響、互相對話等等 所以是一個很熱鬧的世界 聖經的世界其實就是一個很熱鬧的世界 不是我們現代人一定這樣想,我們才是精彩,他們又很沉悶,又沒什麼做 他們有很多文學的著作,有很多學術的思潮 世界的觀念等等,有很多衝擊在那裏 聖經就是這種環境裏寫成的,它的 context 是這樣的 所以我們看基加美修史詩的時候 特別看到這個洪水的故事的時候 這只不過是眾多洪水的故事,其中的一個版本 我們知道聖經創世紀就是其中一個版本了 所以我們看看,我將粗略的中文翻譯出來 希望這次我們一口氣一兩個課堂裡面 我們可以看完這個Tablet 11,Gilgamesh Epic 我們看的時候,我想你問一個問題 就是到底裡面的神學是怎樣 裡面怎樣去到描述神呢 當然,巴比倫或者近東的這些世界就是多神 你就問一下,他們都有神論的,不只是基督教 正經才會有它的theology 到底這些巴比倫的宗教有什麼神論呢 他們民間信仰裡面信的所謂神靈 到底他們的本證是怎樣呢 所以我們希望花一段時間繼續看 這個是Tablet 11,第十一法例版已經是一個可以自立的文學單元 這是一個故事,講到一個洪水生還的英雄 叫做Unapishtim,我將它譯了Udab-Lab-B-Sidin 名字很長,其實巴比倫文意思是He who finds life 即找到永生者 為什麼會在Gilgamesh Epic 提到Unapishtim有這個名字呢 因為整個Gilgamesh Epic 由第一塊到第十二塊泥板 都是講到烏魯黑王去找長生不老之虐 我們懷疑文化以前也有,遠古的時候也有傳記式的故事 人要面對死,遠古以來到現在都是面對存在的問題 我們都要面對死亡 所謂Gilgamesh Epic 為什麼這麼出名呢 就是一個很精彩的故事 講到Gilgamesh去很多地方徵土 去很多地方探險,就是要找不死 想不死,怎樣才可以不死 怎樣才可以繼續活下去 因為面對死亡的時候很辛苦很慘 因為死亡一切都化為烏有 所以這個洪水故事為什麼插入Gilgamesh Epic 因為這個Unapishtim 他就是生還了這個洪水 然後得到永生 很奇怪 我們看看這個故事 話說之前有十塊泥板 這塊是第十一 之前基加美修已經走到地的極處 他都未找到不死之虐 仍然要面對死亡 死亡非常真實 他去到一個地方 他見到一個人叫Unapishtim 他就見到這個人是不死的 和眾臣並列 為什麼他可以這樣做 於是在第十一發泥板的故事裡 Gilgamesh就問 這個洪水生還的英雄 叫Unapishtim 問他到底有什麼秘訣 他居然可以得到永生 然後他就講了一大論 講到他為什麼可以得到永生 這裏我們首先開始 雖然比較長一點 但我們分開兩次三次 基加美修就對這個Unapishtim 對這個遠距於世界極處的Unapishtim 他說 我見到你 Unapishtim 你的四肢沒有什麼奇特 和我一樣 你一點都不是奇特 你和我一樣 你和我一樣 你和我這麼善戰 Gilgamesh Epic 他的頭一兩塊泥板 就講到Gilgamesh是多善戰 他的力量多大等等 他見Unapishtim和他差不多 都是一樣 但你見到他們兩個人有什麼分別 Unapishtim就是和眾神並列 但Gilgamesh不是 他在找不死之羊 他就說 當然這裏有很多細節 那些泥板斷了 學者會爭論到底那些字眼是什麼 有時候我們看了一兩行 一兩句 不太清楚的時候 不要緊的 最重要是看到一個大體的故事 然後看一個故事的時候 看看他的神學是什麼 以及他們怎樣解釋世界的事 特別是為什麼會有洪水發生 這個世界的order到底是怎樣的呢 所以他就跟Unapishtim說 請告訴我 當你求永生的時候 你為什麼會 你尋找生命的時候 為什麼你會加入了這個 Ranks of God 眾神的行列 就是你現在有如神一樣 為什麼呢 Unapishtim就回答他 就對基加美修說 基加美斯就說 讓我告訴你一個秘密 就是忠神的秘密 讓我告訴你 他就說到一個地方叫Surupa Surupa 是一座你都知道的城 在幼法拉底河的河邊 那個城是一個暖古的城 和忠神都住在Surupa Surupa 這個地方 說回往事 歷史 曾經這些大臣 決意來降下大洪水 Surupa在哪裡 說到這個Unapishtim 他本身作王的地方 就是這個地方 Surupa Surupa 現在也是一個 考古的土幼 曾經有少少的發掘的工作 烏魯克就在下面 所以都是南圍屬不大米亞的聖邦 說到這個Unapishtim 就是一個王 在Surupa 裏作王 他就說回 眾神曾經決定 是Sand the Flood 為甚麼呢 講到眾神 眾神曾經向他們的副神 叫做Father God 就是阿魯阿努 還有他們謀事的戰神 你知道他多神 有不同神就管不同的東西 等於我們民間信仰華人的 土地就是管土地 修成的就是管修成 等等 月亮的就是月亮等等 他們都是這樣的 他們就是另外一些神 以及管運河的Enoge 其中一個首領 叫做伊牙 伊牙都和這些眾神一起起誓 向著一間茅屋 去到複述他的計劃 他們這些大神的計劃 伊牙就是其中一個所謂的二五仔 他就是透露的秘密 眾神都說起誓 我們一定要消滅人類 為甚麼呢 通常在米索不達米亞的神話中 眾神想毀滅人類 原因就是這些人太多 生養太多 生養太多 然後他們太吵 令到眾神不能夠睡覺 你記得我曾經說過 Enoge Elisha等等 這些都是同一個 一種術語 一種表達的方法 因為眾神睡不到覺 他們就很生氣 然後發脾氣 就想殺人 那些人 這個伊牙就很有趣 他就去複述眾神的計劃 他怎麼複述呢 他不直接跟那個人說 因為直接跟那個人說 就是犯了起誓的藥 就是出爾反爾 但他就不是直接說 他對一間茅屋說 對著一個牆說 就說茅屋茅屋 牆長長的 就是Wall War 就叫他聽 留心聽 聽些什麼呢 他就說 他就對著一幅牆說 大聲到一個地步 就是屋內的人都可以聽到 又不是真的 所謂佈寸 就是洩漏秘密 但又給了那個 拜他那個 拜伊亞的那個 誰 Wuna Pashtim 他就說 是舒魯魄的人 Man of Srupa 烏巴圖的兒子 這個作王的Luna Pashtim 他說你要拆掉這個房子 就做一艘船 所謂做一艘方舟 就棄你的財物 然後尋生命 做方舟救生命 把所有活物的種子 就帶上去船裡 然後呢 你要將要造的船 它的赤馬 它的赤寸要量度 闊到長度 要相等 就將它蓋上 蓋一個蓋在上面 就好像隱藏的深淵 然後呢 Wuna Pashtim 就聽到 這個 這路的秘密 他說 我完全明白 我就對我所拜的那個主神 伊亞過 他說 你的命令 我主 你剛說過的 我會忠心地來執行 但我要怎樣回答 城裡的群民和長老呢 因為如果那些人見到我拆了房子 又在那製造船的話 那些人好奇地問 為什麼你會做這些事情 這個伊亞就獻祭了 他的神領就跟他說 你說 我是他的仆人 我是伊亞的仆人 年青人你要這樣對他們說 就說什麼呢 他說 這個安利不喜歡我 另外一個大臣 安利 你剛才記得大家起誓的時候 其中一個叫做安利 安利是其中一個大臣裡面最大的那個 他就是最有能力的 就說 這個恩利爾就不喜歡我 所以我不能夠住在你的城裡 可能我就不再搭在這個城裡的干地上面 即是這個屬於恩利爾的地方等等 我就要去到深淵的地方 就跟我的主伊亞來同在 因為我似乎在這裡說 他不會拜這個Elite 他只是拜這個EA 這個EA就會大大的祝福你 這個Elite就會大大的祝福你 你有雀鳥、魚獲、收獲等等 早上有餅蛇、晚上有菊 然後有大地的曙光 然後就開始造船 地上面的縱文就圍繞著洪水的英雄 Unapeche Team 有些木匠就拿了斧頭來 然後有些斬茅草的就拿著刀來 有些工人等等 把房屋就拆了 因為那時候到現在也是 南偉索、北大文雅的屋很多時候是茅屋 那些在河邊長的很高的草 他們斬了下來 然後就把它織成不同的籃 或者甚至房屋的牆 都是這樣做出來的 他們就把房屋拆掉 然後就造成繩子 然後就拿些匿青來 那些防水的匿青 就塗上去等等 那些窮人要帶著不同的物資來 第五天 我就為方舟做了框架 On the fifth day I laid the ship's framework 一整英某就是方舟的面積 120爪就是它的牆 它的高度 120爪就是它的周邊 你記得我上一次講過什麼 米索、北大米雅一些方舟 即洪水的船 的尺碼是一個正方體 120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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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我畫了它的輪角 線條又畫出來 就把它分成六層、分成七層 內部分成九層 就像一個四方格 九層、九宮隔 每一層就像九宮隔 就把它分成了 每個室內有房間 將水塞在它的旁邊 即水不會入水 塞住它 然後有些欄杆等等 這些都是細節 然後就拿了很多的匿青 即3600兩乘三的匿青 又是60的單位數 倒在爐裡面 這些匿青要燒起它 然後才可以用 柏油也是拿了這麼多 然後油呢 我就供應給那些搬男子 那些人等等 就塞補了這些匿青 這些油 就有多少 三百兩 兩次的三千六百兩油 船夫就儲存起了 所以有些是整方舟的妙術 然後就有一些物資 就想帶上去船裡 然後就餵到工人 有很多人在一起整船 就宰了很多公牛 然後每一天都要宰羊 又為到他們去到預備一些啤酒 即是大麥製的酒 葡萄酒 甜蜜棗的酒等等 就供應給那些工人去喝 他們喝很多 他們在元旦的時候 就舉行盛煙 然後就打開油 分配給他們 到第七日 總之很多日之後 就做好這架船 是非常困難的 我相信它指的是工程 非常困難的 他們就帶著船的頭尾甲板等等 然後就上船 有三分之二的船的身高 然後將貨就載上船 有多少銀紙我都載上船 有多少金紙我也都載上船 有多少活物我也都載上船 有多少活物我也都載上船 我將我的家人和親友全部都載上船 草原上的動物、野獸、工匠 Civilization 我們說創世紀第四章的時候 都有說過 這些是米索不達米亞 人類文明的最重要的支柱 鐵匠、工匠、石匠等等 Craftsmen 這些都是留在Human civilization 搬進去這艘船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就記得要Like、Comment和Share